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正向的天空的時間 今天就是2020年的6月11號 星期四的晚上 這裡有我許留先生變了菠蘿 台灣稱之為馮李 還有紐西蘭的直宋青瓜仔 易德太陽 大家好 反了眼睛 林卓廷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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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卓瓜 今天下周有編做大馬牛 馬來西亞馬來近 各位網友好 有些網友問你有沒有扮過牛叫 我扮了幾聲 記得LIKE我們的影片 留下言 最緊要是訂閱網友 向哪部YouTube Channel 靜向一部浪費冷氣 三個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點贊 好了 來到今天晚上的時間 我們就輕鬆鬆鬆講一些話題 再回應一下一些留言 和大家互動一下 雖然這個互動是比較慢的 大家留言了我們之後 才再互動 可能有少少未必反應這麼快 不過希望大家就不要介意的 好了 我們今晚不如可以靜靜地去討論一下一件事 現在他們的初選 我們說什麼狗咬狗骨 我們瘋狂恥笑了很多 也都是那個有豬有狗 什麼都在一起 就是朱凱迪 是不是 狗咬狗骨 和他們一起 接下來應該都更加多在初選 都是風雲再起 再加上什麼許智峰 什麼古靈精怪那些 又許智峰 黃智峰 都出來了 我想到時都挺妖氣衝天 再加上大妖的話 大家覺得純粹是擔凳仔 看他們怎樣吃雞批 看他們怎樣做法 還是怎樣呢 是不是 現在其實都沒有什麼 就等他們狗咬狗 看好一點 其實現在只是一堆笑話來的 是啊 因為他們還在鬥爭 他們自己內部在鬥爭 因為內部分裂 細胞分裂了一個叫做抗爭派 抗爭派 我不知道 我遲些會不會好像這個叫做斬樹莊沒得選 他可能有一個叫做掙扎派 香港人要掙扎 但是他現在來 他掙扎的而已 他掙扎上位 應該沒有的 他要過多這一屆之後才可以再去選 邵交遵都是這樣 那我們說一下 他們一吹得最厲害的主調就是35加 不如這樣 我們今晚一起去 因為其實有很多網友留言 他們都好像很擔心35加是否會贏 不如這樣 我們今晚靜心一點討論一下 他們35加的策略核心 一定是利用基本法給他們在立法會的權力 逼政府答應他們的五大訴求 而他們聲稱的決定就是什麼呢 就是由他們的泛民主導 因為他們35加的會議裡面 就要兩次去否決這個叫做財政預算案 令到行政長官在基本法規定之下 就必須要辭職 這個條文其實都找得回的 50條至52條 要達成這個行政長官要下台 其實有五部曲的 他五部曲要搞定了 才可以下台 不是他們說一下台就下台 如果上台唱歌 頒獎典禮 有時候講得太簡單了 首先第一步是什麼呢 台有個反白眼出來了 沒有反的 他說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 經過協商之後 如果不能夠出得一致意見的話 搞得很久 又扔機 又玩肥料 搞完一鍋譜 就算財政預算案 每人派100萬 每人派10萬 其實到時候政府有機會 玩大 每個香港人派5萬 如果你們否決這個財政預算案 就以民為敵 要誰否決就不人 你說五大訴求 如果香港人聽到每人派10萬 我想五大訴求 他真的和你掃到垃圾桶底 掃到地毯底 叫你快點自首 立即督灰 督灰 當然是 這個沒可能 這個狂想 這個狂想曲 如果都沒有一致意見 特首都談不完的話 特首就可以解散議會 特首在同一個任期裏面 其實只可以解散立法會一次 解散議會之前 要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 基本上如果他玩到這麼絕的話 他真的會取消 一跑就散 散散 那就炸散它 立法會如果拒絕這個財政預算案 其實特首是可以向立法會申請這個臨時撥款 雖然他們說什麼35加 有什麼不批准政預算案 特首就繼續申請臨時撥款就可以了 他只不過沒有新的東西 但是可以繼續照舊這樣走下去的 所以他們說什麼35加可以制衡到政府 其實未必可以的 到時候政府可以拖死他 立法會如果被解散 而又不批款的話 特首在選出新一屆議會之前 其實有規例的 可以按上一個財政年度的開支標準 來批准短期撥款 所以你說什麼法屋決財政預算案 可以癱瞞到政府 是不會的 不會的 只不過是指路空轉 沒錯 其實也挺爽的 不斷叫拒絕 怎樣怎樣怎樣 如果到時候特首說要批准這個臨時撥款 肯定又說 你打壓 你用什麼避開他們立法會 什麼避開 到時候一定是這樣說的 然後第五 如果因為立法會拒絕通過財政預算案 而解散了議會 重選了立法會的時候 繼續拒絕原案的話 特首就必須要辭職了 其實我們今天有一節都提過這件事 重點的核心 核心的內圍就是這個 拒絕通過原案的話 特首就必須辭職 如果假設這個所謂的原案 即是財政預算案 特首他有所修改 可能加碼 香港市民15萬 是吧 浪費 如果改了的話 其實特首可以避過辭職這個風險 其實風險是非常低的 低到無可再低 總之他要做一個動作 就已經可以解除了這個風險 再做幾次 重複 如果不行的話 就繼續批這個叫做臨時短期撥款 到新一屆的立法會都可以的 到這幫人快點 就是他們再吃多一屆 就是他們再吃多一屆 特首不斷和財政司協商 不如倒閉他 不斷地加大 可能中援出三糧 嘩 真 可能對市民還有來 都是 所以 其實為什麼呢 如果政府出三糧 四糧 你們這幫人再否決的話 你覺得你們再選立法會 因為要解散立法會 再選新一屆立法會 你們有爭的了 市民是不會投票給你的 因為你們妨礙派錢 這個肯定 是嗎 到時市民的訴求就是派錢 五大訴求就是派錢 派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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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每一次選舉 他們都會跌入一個巡民 不停他們會先內鬥一番 好像現在這樣 當一內鬥的時候 就篩走一些傻子 是瘋瘋的人 最後慢慢慢慢就 越來越乖 我相信 不過我有一點擔心 現在人們是否喜歡看瘋 真的鬥誇鬥臭 這個就是問題 如果人們選一些瘋 喜歡選一些瘋 可能又重覆又重覆 直到去到沒那麼瘋為止 又瘋 又要買地毯 大家有沒有看到 最近說那個地毯 我那天還問馬來勁 大馬sir 以你的藝術的造藝 你會發覺 你會覺得那個地毯 究竟是什麼東西 可以令到綠色 灰灰綠綠 可以變成紫色 馬來勁大馬sir 都很難搞 有機肥會變成這樣 那些化學作用 可能 是啊 化學作用 所以那個化學作用 太化學了 換了地毯都很臭 我想吃進石屎裡 那些化學作用 維修費是十萬 那時候是否要爆石 爆開那個石屎 爆開那個石屎 那一大石屎 都要炸爛它 爆開它 然後再換那一層 好了 他們會不會說 他們經常都說要五大訴求 還是怎樣 他們也有一件事在說 也都是很爆笑 他們就是說 叫什麼 他們不肯先代替 是不是 那即使不肯先代替 除了公民提名之外 他們五大訴求 說要全餐 是 是 他們要吃光 他們經常都是這樣說 但是不可能 是啊 那我們再說一下 他們有一個 大上頭 兼無厘頭 的想法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在喝水 或者在吃東西 就停一停 我不知道兩位主持 有沒有在喝水 不要喝著 他說 要一點點 不好意思我自己都笑 泛民醫院 還做為立法會主席 嘩 吃東西 其實呢 立法會主席 為什麽做了上去 其實為什麽白頭佬那時候 不做呢 某程度上 都有他的原因 他應該做了這麽多年 他都很熟 很熟 那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這麽熟 因為其實呢 立法會主席 在職權上面 在基本法第72條 其實已經寫清楚了 少了 寫好了 如果 假如 泛民的人 就是泛部派的人 想去做主席的話 如果他的判斷 或者做出的行為 是嚴重的 偏離了主席的職權範圍的話 例如常常不開會 可能開個會的時候 亂開會 可能坐著的時候舉牌 打壓 自己在主席台的位置 放一塊牌 寫著 法治已死 那些 是不是 主席 那麽法治已死 主席自己說 主席自己說法治已死 或者整個 那麽就變成了 是違憲的 DQ 是啊 所以這個 他們爲什麽白頭佬那時候 爲什麽不做呢 其實呢 限制更多了 沒這麽好玩的 還有有時候 連投票都不可以投 雖然他就沒有寫明 說不可以投票 但是 約定續定就是 主席不投票的 最無論是 那時候 他們可能認為自己 可以在那裡玩晒還是怎樣 是吧 他們不怕 有些人可能覺得 剛才阿易德台的意思就是 如果白頭佬坐到主席台 或者接近35家的話 真的有一個泛民做主席 泛布派做主席 那麽就坐上去的 到時35加 何給你呢 那個票 是不是 想戴你的頭 我想起都笑 那再繼續 我們還可以繼續踢包 我們翻查這個基本法 繼續看 如果至於這班法案部派 如果是35加之後 再提出修例 其實有一件事經常都說 就是說取消分組點票 或者改了功能組別組成的方式 有這方面的說法 大家聽起來好像很棒 我們分組點票 我們35加之後 我們都玩了 就是這樣 我們講到 是不是 就是大傷頭 其實基本法 我覺得郭榮鏗沒理由不知道 因為在香港讀法律的時候 一定要讀基本法 就是考試的時候 要考完的 他知道的 這班人 裝了東西而已 自在走法律 就是他騙你的 騙選票回來 那我就講一下 講到自己什麼提出修例 煞煙龍頭 其實就不符合 基本法第74條 議員議案裡面 就是不可以涉及政治體制的規定 所以這個35加全部都是一個騙局 就是我們自己幻想到35加 就算比較死他 也沒所謂的 其實那個框框都死光了 你可以做些什麼 有限制的 你又不可以過界的 所以多餘 其實就算是最差最差的處境 給你拿35加 給你40加 根本都不需要卸他 是啊 給你一個主席做吧 是不是 給芝琪他拿 拿到白癡仔 拿到一群白癡仔 所以這些信去35加的人 懷疑他們騙你 在做夢 可以爭取到不用坐牢嗎 我真的不信他拿35加的 什麼新鮮羅白皮 你們這些人 真是不要看少許建制才行 青瓜也有皮 是不是 好笑我 青瓜也有皮 我們先說說一些方向之友的留言 好不好 那說一下那次這個豪華初選350萬 暫時只有十幾二十萬而已 那就大件事了 賣悲情也不行 我們是耳朵 沒有意識 你忘記了嗎 再不入錢 就香港又再死了 快點 你們這樣說 現在很慘 剛剛弄了一個黑衣兜出來 豪華一腳踢開黑衣兜 不簽這張紙 不簽聲明 黑食也沒得你黑了 這個黑衣豬好多兇 不知道太多黑衣了 外國那些幾代弟子 護衣派 拿著兩張紙 也是 戴腰就是靜衣派 好了 我們先讀一些留言 Susan Ho 黑暴就蒙面 民主蒙耳 民主的民族 不見光 拒絕收方 擺明就露面找真銀 是啦 姚家仁是啦 Shera Chan 她貼著膠布的耳朵 會貼到選舉有結果為止 哦 當然啦 選完就撞出來 是嗎 選完都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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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朵搏回來 就是說選完就不會貼到膠布那裡了 Mt Soon 她就說了 民主已經被港獨騎劫 堅決反對港獨35家 她們是偽港獨 她們不是真港獨 其實她們假裝而已 是嗎 我是假裝而已 就是啦 下場就好像那個什麼 荷蘭 荷蘭陳那樣 不是陳淑莊啊 陳家驅啊 陳家驅啊 好了 先看一下 Ken Koo 最爛傻 H 就是政治捐款 是啊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捐給那些政客 是啊 好像我們這樣捐阿凡 幫人實實在在 是啊 有修條有成的 不知道捐給他們進入一個箱 不知道那個箱拿去哪裡 尤其是那些捐給許智峰再告那個這麼慘慘的的士司機 哇 你捐已經是做業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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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後不會坐的士啊 是嗎 沒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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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的士 先看一下 蕭鏘昌 他又是說他耳相未相好 不是吧 已經不用覆診 已經是不用覆診的 康復好 還要擺泛部派的人做起一流 這是道具來的 那如果有什麼證實到是不用覆診的呢 就記住了 大家要擺上去再繼續說一下 我想他應該不用覆診的了 如果一隻東西這麼久都沒有 覆格了這麼久了 神經病 潰爛了是不是 就是了 就算被人砍了手 什麼都埋回口了 這麼久了 他好像被人咬傷的耳朵而已 有時候你平時下街 你撞到牆子 撞到耳朵也會痛 就是這樣 每隔多月都要包著的 煩了東西 金局應該也會麻煩的了 是嗎 靈興張 泛部派又掠水 好心捐錢給他的人 好心的 跟二德堂說的一樣 有錢捐給需要的貧富大眾 捐給靜棍搞衰自己生活的地方 過路都不知道是不是要入水 對了 你給錢這幫人搞衰自己的地方 蠻快爛獸 對了 說得好 繼續說 小貓咪豬 他的名字叫小貓咪豬 那個趙X言真可憐 經常要貼一塊膠布在耳朵才能認得他 對了 如果他不貼一塊膠布 我就不能認得他了 是嗎 之前不貼一塊膠布 之前不貼一塊膠布 之前是認他的栗子的髮型 但是他有點像譚德志 對 都像的 有點像 靠那塊膠布 不是膠布 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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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上面寫的東西 對 你幫他上面寫四大訴求 五大訴求 幫他寫多些東西 行不行 不可以寫其他的 不可以寫其他的 就是你在上面寫五大訴求的那些 那些 那些他就不會生氣你 或者不會告你 是嗎 幫你畫一隻假的耳朵下去 都可以 畫一隻耳朵 挺好笑的 是嗎 接著先看 Lily Lam說公民黨 民主黨 泛民中 泛民中聯 什麼 這些其他古靈精怪的素人 我全部都不會投他們 籌款一毫子都不會給他們 那先看看 那小國子 咦 看看 De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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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De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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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洋達那時候不退票有什麼分別? 不做生意都不老實的 我都希望到時候看看這個初選 因為這位哺哩巴拉的意思是這樣的 他們那時候說初選怕你那些人白撞 你先扔掉一批 扔掉一批入場費 到時候初選完了就會派給你 哺哩巴拉會不會這樣呢? 多兩個留言 這次也有一點超時 不要緊要見大家讀的 留言這麼開心 我們就做了 Lily Lam 他們有Plan Z也沒用 Plan B AYM Lee 見政府派一萬元就來派 那些蠻蠢有錢 就會順便騙這一筆 我也覺得是 很糟糕 Mang Man Chan 不騙他 是啊 不騙他就是對不起自己 你不騙他就別人騙他了 放我袋子 放在他的袋子 要不就是 大家數一下就知道 那些什麼守護 那些名字事實不符 612 慘無人道基金 他們叫人道基金 我們覺得是慘無人道 那個許智峰有一筆 陳志全有一筆 跟著爾仔賢又一筆 守護公義基金又一筆 有很多檔 公民黨又說要晚宴不搞又籌款又一筆 民主黨賣獎券又一筆 這數已經七筆 他的獎卷永遠都不抽獎 很慘 抽了些不對啊 當公佈那個獎品的時候 寫字有些名字 作幾個名字 當你們不會對的 打個號碼完全沒有的 其實很簡單 你要避開這些 那你就撕出來 就是把某幾張 撕出來 放在自己身上 那你到時就說 這幾張是中大獎 那就永遠都沒有人中大獎 明白嗎 這樣出鼓劃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就這樣數 嘩都八壇九壇 是吧 正棍亂談 這個是 正棍亂談 正棍亂談 嘩 接著 好了 讀最後一個 先看看 Man Man Chan 就說 嘩 嘩 這樣就變了大白沙 這幫人吃人不吵 天天包著這樣的爛鬼耳朵 流龍流水 豈不是很醜 都是 真的 含龍 這麼久就好回來 是吧 真是笑死 這一節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 希望他們再有些新的更新 我們之後再說吧 好了 這麼晚的正向的天空時間 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